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系列里 我打算以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解析GPU 从需求的角度出发 看看什么是GPU GPU是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 整个软硬站长什么样等等 本系列会专注于GPU本身 不打算太深入图形学等GPU的应用 那又是一个大课 首先 显示器是如何显示画面的呢 它的基本单元叫做像素 每个像素都包含红绿蓝 也就是RGB三个分量 通过组合形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每个分量可以用一个数字表示 最常见的是用八个二进之位来表示一个分量 也就是一个分量的取值范围是0到255 数字越大 亮度越高 这样的话 三个分量组合之后 就能表示256乘256乘256 16777216种颜色 随着内容和显示技术的发展 这几年也出现了每个分量用10位 12位 16位等更高的位数来表示 它们可以表达更多的细节 或者更大的范围 它们的原理其实没多少区别 简化起见 我们在这里主要就讲八位的情况 那么 作为一台电脑 如果要把内容输出到显示器 要做什么呢 这里的一个概念叫增缓存 Fram Buffer 这是内存的一块区域 这块区域里的内容和显示器上显示的每个像素是一一对应的 八位是一个字节 所以增缓存的每一个字节表示一个像素的一个分量 连续排列下去 当然 现在的电脑更适合32位对齐的处理方式 所以在增缓存里 每32位也只有四个字节来表示一个像素 除了RGB占用的24位 后面还跟了一个表示透明度的Alpha 虽然输出到显示器的时候这个信息会被忽略 有了增缓存之后 我们需要有一个设备 把增缓存的内容输出到显示器上 这就得看显卡了 显卡上有个显示输出端口 通往显示器 还有个显示电路 把增缓存转成显示输出的信号 注意 这只是个显卡 上面没有计算能力 只是图像的搬运工 现在需求增加了 我们想把显示的图像亮度翻倍 也就是RGB每个分量都乘2 我们可以在CPU上做这件事情 把每个数字在写入增缓存之前 先乘个R 这样必然要占用大量CPU资源 一个更好的方法 是加入一个处理器 能在大量数据上执行同样的操作 比如这里就是把每个像素的分量都乘2 但有大量像素要处理 如果操作的算法固定 那就只需要设置不同的参数 就能达到目的 但如果操作需要联合多变 就得挂上一个程序才行 我们把这样的程序叫做Shader 又因为它处理的对象是像素 所以这里的Shader是Pixel Shader 这种可以绑上Shader的单元 叫做可编程流水线单元 每个Pixel Shader 仅仅处理一个像素 单入单出 在这里 Pixel Shader的输入是一个坐标 它根据坐标 从图像上采到颜色 执行操作后返回结果 我们管输入的图像叫做纹理 Texture 而如何从坐标到纹理里面踩数据 以及如何写入真缓存 并不需要Shader来管 有专门的硬件负责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最初级的 针对图像的处理器 它只能运行Pixel Shader 只能把一张图像的每一个像素 处理以后输出 在任天堂红白机上 有这么一个处理器 称为PPU 负责图块移动等操作 光处理图片不够 更进一步 如果输入不是简单的一张图 而是一个几何网格 该怎么办呢 这样的几何由一系列简单形状组成 比如点 线 三角形 四边形的 这些简单形状称为图源 Primitive 简化期间我们这里只看三角形 这一堆三角形 怎么和像素搭上关系呢 在到达Pixel Shader之前 需要一个环节 把三角形所覆盖区域的像素填上 这个环节叫做光山化 Restorize 这是个算法固定的操作 为了效率一般由硬件直接构成 不可编程 我们称其为固定流水线单元 除此之外 几何存在前后折挡关系 如何确定哪个像素显示 哪个不显示呢 这就需要在Pixel Shader之后 加一个环节 叫做Output Merger 里面会做深度判断 根据规则来决定 哪个像素最后能存过下来 这也是固定流水线单元 还没完 几何是怎么存储的呢 首先有一堆的点 分布于空间里 这些点叫做顶点 Vertex 每个顶点一般有表示位置的 XYZ坐标 以及方向 颜色 纹理坐标等信息 存放顶点的Buffer 叫做Vertex Buffer 然后有一堆线 把它们连起来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Buffer 里面的每个单元是一个整数 表示Vertex的索引 这样的Buffer叫Index Buffer 有了这两个 就可以表示出一个几何体 在开始光纱化之前 需要把Vertex们组装成一个一个三角形 把屏幕之外的裁剪掉 计算三条边的方程等 然后才送入Restorizer 这里的图源组装单元 也是个固定流水线单元 叫做Primitive Assembler 新的需求又来了 同一个几何体 我可以把它摆在不同位置 从不同角度看它 或者调整摄像机的焦距 它在屏幕上就该看起来不一样 这时候Index Buffer是一样的 因为几何本身突破关系不变 但Vertex Buffer里的每个顶点 都需要做一个变换 把它从几何自己的空间 变换到屏幕的空间 这里需要三个不同的变换 每个变换用一个4乘4的矩阵来表示 顶点的坐标XYZ 加上第四个维度E乘上这三个矩阵 就能得到一个屏幕空间的坐标 XPIR YPIR ZPIR WPIR 这三个变换里 第一个用来决定这个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 朝向放缩等叫做World Matrix 经过这个矩阵 物体就被摆到一个全局的世界里 第二个用来决定摄像机的位置 叫做View Matrix 经过这个矩阵 物体就在以摄像机为原点的坐标系里 表示从摄像机能看到的一个空间 第三个用来调整摄像机的参数 比如视野宽窄 视域远近范围 叫做Projection Matrix 经过这个矩阵 物体就在屏幕范围这个空间里了 并带有近大远小的效果 同样 如果只是固定不变的算法操作 那确实可以用固定的硬件和可设置的参数来完成 早期的GQ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比如2000年的GeForce 256 这部被称为硬件变化和光照 TNL 但为了灵活性的需求 很快就进化到可编程的方式 用一个shader对每个顶点过一遍 这就是Vertex Shader 而顶点的信息 可以根据需要用不同格式来保存 Vertex Shader并不需要知道顶点存储的格式 所以这里需要调用者提供一个顶点格式的描述 有一个固定流水线单元 Input Sampler 从Vertex Buffer里组装出一个顶点 送给Vertex Shader处理 同样 每个Vertex Shader 仅仅处理一个Vertex 单入单出 至此 我们已经得到一条基本的图形流水线 调用者提供输入的信息之后 就能渲染出图像 送去显示 这条流水线里有可编程的单元 也有不可编程的单元 取舱不断以保证效率和灵活性的平衡 这样的流水线 就是2000年代主流GPU的构成 它把CPU从图形渲染过程中 简单但大数据量的操作中解放出来 有专用的GPU来高效地做这些事情 也正因为有图形渲染的能力 GPU才能叫做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据以是Graphics 没有图形渲染能力 却说自己是GPU的 都是在诈骗 总结起来 不管是VTAC Shader还是Pixel Shader 它们的程序功能集中 只处理一个硬件塞过来的数据单元 返回处理后的结果 不需要考虑具体如何从内存读取这些数据 以及处理完怎么写出去 前后都有别的单元来处理 换句话说 Shader就像个回调函数 GPU在需要的时候 在大量数据上对每个单元 调用一下这个回调函数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CPU和GPU的第一个不同之处 CPU擅长在小数据上做相对复杂的串行计算和逻辑控制 而GPU擅长在大量数据上做相对简单的并行计算 这个特点使得它们有了分工和协作 那么随着需求的进一步发展 GPU还有什么变化呢 下一期我们将顺着这个思路 继续扩充GPU的功能 欢迎继续收看 再见